上次又談了 今晚我們要鼓勵現在在延正公署工作的朋友 很慘的課期 你不需要慘了 既然你考得入這個部門 你本身一定有料 有料你就每樣東西拿著一部天書拿著來做 老闆都出現不像 你再有人隔你 你就跟他訂大鑊 最多不兇 喂 博士理有這個 你不用擔心 因為你做官要記得就算做官好 做江門人家好 你出來跟人收條爛訴 處理糾紛 如果道理不是站在那邊 你都沒有膽了 沒錯 理直氣壯 因為你有正氣的理由 你才有膽去 我的看法就是廖署經歷十年這個黑暗統治 搞到亂七八糟 再到最後 整個貪爭加湯顯明 真是須不決定 現在須不決定的時候 人家會反思 我們要做什麼呢 外面看他的形象 他實際的工作功能 伙計的士氣和伙計的前度 來大家都知道 上班放空的人很封閉 特別在那個部份 所以現在 兩年做蓮建工處部門的朋友 你跟他告訴他 你不能放棄 他不放棄 有一件事要做的 因為上集你講過 曾經有個關佩英的姐姐 進去做 都很主動出擊 那是極端又是錯的 但現在你放手腳不主動出擊又是錯的 為什麼呢 什麼理由呢 就算現在他們說有人投訴一些事 你都不想做就做太好了 就是這樣 放手是奇迫 怕老闆炸了 怕出錯 所以我們要告訴他們 你們是不需要害怕的 我們市民一定支持你 我們作為市民身份 一定要保持香港這麼鮮明 就是一個部門 我們中層高層應該開過職業大會 大家要共同面對這個危機 因為這件事不是一個人 一個階級或者一個姿勢 是整個機構成為香港受益 給你們一些資料 不要說是教別人做事 有些事可以主動出擊 立正簡單 買股票是落交易犯法 做市犯法 是 是 有沒有聽過做樓盤犯法 樓盤犯法 其實不用說 你如果真的知道怎樣玩貪污 他們基本上就是公共 沒有那麼複雜 我們簡單一點 做股票做市犯法 內獲消息犯法 好差都是犯法 是啊 好差都是犯法 你告過做樓價盤 犯法是沒有 例如我在一個大公司 下個月 我在九龍尖沙咀有個樓盤開 我去樓盤開了 我又走到航口中心 搞一層樓賣 不是 原本 我買到一千萬 我買到一千三 那便即是有價錢 是嗎 那我保地盤是在隔壁 那便做價 就是做價 最近有一單是在太古城 樓價正在下跌 他是高價營透 高價賣了 說樓價沒下跌 北角又開了 那些地產商是股滑 你不要說股滑是沒用的 股滑是股滑 以前是不排隊人來吃 你那些人有空 或者市民有空 或者食法無憂物的人有空 你不需要搜尋賣家的來流去物 有甚麼影響有甚麼關係 這些我們叫做異象 社會有很多異象 聯署這麼多人 整個天譜就在爭辯 只看這些異象就找到東西 供求那裡就找到一個案 大把案 在你那些醫院 經常都說沒有那些儀器 幫人發驗 頂人去找一些私家醫生 頂人去找一些專家醫生 社會醫生去發驗所 發驗所出來 下環我BVR公司登記的 是警察醫生介紹的 有沒有够够够够够吃呢 你商傳幾間發言所出來 查到當時是誰 有沒有回購呢 沒有回購 同些甚麼人的關係 那個網絡 你開了一塊腦 拿出來去報一報 你這些就可以做得到 很多事可以做到 你只是在醫管局 你問他 每年政府給你這麼多錢 資源 為何你不多賣那些氣 來幫病人 就去學買那些藥妙 那些當然要做 那些一定要匪帝 全部都清理出來 為何有便宜的你不買 有效的你不買 為何印度在用的 不需要給專利費的 如果你不買 有甚麼危險 在哪裏 人家怎樣用得 你不用得 那些不就要大隻包 你幾百億的 那些經費 市民的錢 好像早上他那個 那個審計署 查出來 有自然 拿了錢 又在賺貓尾 先跪空底 又浪費 這個不是我們說的 政府說的 這些你現在才會照查的 是 人事上要搞清楚 你很多東西要查 你會有阻嚇作弄的 是 讓人們不用本屁 為何現在倒轉頭 是審計主出聲 而不是 你可以主動做事 是嗎 好了 很簡單 譬如說 你作為一個職員 在做一個案子 我會知道老闆 有中方的人員 來打個招呼 暗示或者明示 那你就做一些 做一些線稿 扔給報紙 電台 爆差 但我都放上網 你怕死 你就不用說真名 有些事 就有人幫你運作 這個你都是 譬如說 我做廉政公司職員 雖然我 在實際案件 我下不了手 但我做那個動作出來 我的專業知識 我又不希望燒到自己 你都做到的工作 是維持社會的穩定 維持社會公義 市民一定支持你的 是可以做到很多事情 是嗎 爆差就糟糕了 我講過的 我那次有一集 我不是和你開咪 我有一集 我就是 李習近平先生 你上了牆 你就在香港來一次 連政大風暴 曾蔭權有事 下去獲 一定要下獲 誰知買誰就下獲 對 對 因為以後搞不定 那些特首 你怎麼搞 第三個你怎麼搞 你總要有一次 你一定要將他下獲 是不是 為什麼要下獲 你曾蔭權上場 整個許善人 整整整個 顏媽姑姐 採點鬼 是不是 翻演出來 做政務司 今天我們看報紙 東亞明皇 李國寶都被人問 你怎麼會借幾千萬 給他透支 你不給他透支 他找什麼抵押 你借給他 你找什麼抵押 你找什麼抵押 你這家的消息 你可以去查 應該 應該查 為什麼不查 我可以花了等你 頭暈壓高 你給我一份好工 我不用放石咬你 這次真是要 整個聯署 翻傳 搞清楚 你十年搞出那麼多錯 找了七間部署 無謀 搞到人痛不欲生 搞了幾年 有幾幾四個 搞到坐牢 誰承擔責任 是啊 你不出來解話 不關這件事 你退了域那個 執行處首長李敏澤 你出來見市民 你是不是自己做得不好 你還給他延期 應該一年走 搞到差不多一三年 一二十年才走 為什麼 是否抓住人的要害 這些要向公眾 你不是那個中資機構 你要代表我們中央政府 習總書記 響應他的聯結奉公 在香港更多 你需要比面子 我一定支持你 我給小溫馨提示 拯作責任 我給小溫馨提示 白倫目署長 是 希望你白先生 你少點唱卡就OK 少點練歌 你想我幾十歲 就沒資格 學到陳冠希 你這個樣子 還想唱什麼差的東西 其實我真的有個想法 所以我年紀大 我經常拿著我咪 但我真的不丟下 我就想這個李敏澤 你出來向大家交代 你懂不懂 我去看大家不算 你先出來解謎 你先給小溫馨 你先給小溫馨 你有私人恩怨 不是 我沒有私人恩怨 不過我逼他交我這個機構 令到這麼多人這麼痛苦 你有沒有跟他同買過時間 在錄影 早期是 分開了 那時候當然是 我不會 他做得很厲害 內部有一封信 他的同事寫出來 他不是在香港 不知道 總之他在香港出來見人 不是他執包服回英國 這個對香港造成很大的破壞 這個對香港造成很大的破壞 我是對市民不是對民 我覺得他要負責 你不負責 可以用英國式紳士方法解決 刀剪就可以了 因為現在不可以用鞋子 可以用澳洲拋式 刀剪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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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幫你安排 找賭船出了公海 我還不告 我還要有15號 我包你也可以 為香港人說 刀剪就可以了 你看幾多隻島船 我都有 不是很可憐的 幫你車招公海時機 要拼搏 公海時機 給你一個小船 輸了就餵鯊魚 輸了就餵鯊魚 但我們說 你現在中央政府 一定要插手 不是江洩內政 這個不是叫江洩 這是什麼事 這是保護香港的政策 這是憲制責任 你是主權 你是中諸國 見到不妥 就像你那次說 喂 第一次警戒風暴的時候 北京出張公民過來 你再搞不然 刀剪不抓人 第一天就是 刀剪 第二天就是離了 又不拼損第三天 又死 第四天就完全不抓賊 那你怎麼搞 我市民都要合作 我覺得 現在香港市民和傳媒 是傳媒發表公義的力量 一收到這些方法 有什麼蛛絲馬跡 那你就扔上網 扔給眼師先 看看眼師你不理 接著就被一些有正義感的議員 在立法會裡拿出來問他們 其實有時看到傳媒 寫一般做活問 選評小事 做一些盲章 真是目標 真是最重要的事 他做不做到的功能 他面對那個功能 那才自明 好像你梁振英做策人之初身 你知不知道那些普通 可以造假的流價 所以說社交不用打凌人 當然知道 怎會不知道 那些不出世告都知道 但是開不開聲就這樣 你家公司有間店 我家公司有間店 我兩個換契 因為資產對沖 是不用打凌人 他就自己行家 抬高普通貨的價錢 那些是做假租藥 我原本是租30萬 我當作租60萬 我當作租60萬 那那些人只是把這些社會 有60萬的貸貸 對 各行各業的古怪手段 社會公司大平 以前那些醫生 最容易中招就是買一間店 他做假租藥 抬高租價 抬高租金 他想著 你那張租金兩三年 不夠收租 他計算收入租金 給樓價買的 醫生有錢 會很久 邪惡症 他在附近到處欠錢 買鑑布就中招 他來收租 收了兩個月 那些人不夠租 不夠租 賣賣不出 租不租 不夠租金 他整高租價 我們年輕人也試過 但我們是高招 我買不夠租金 拿去銀行 我買給朋友 就當交吉賣 當交吉賣 就借多錢 借大了回來 先洗月 再交吉 我賣不夠租金 就不會說賣不夠租金 你賣不夠租金 你賣不夠租金 最後沒有人受喘 最後沒有人受喘 我們賣不夠租金 我們賣不夠租金 我們會賣不夠租金 自小時候要學人 做人要學賣不夠租金 你賣不夠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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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賣不夠租金